杜仲 杜仲这个药呢 这个我们就使用得非常的广泛 好 广泛 那这个 它出产在我们陕西四川这一带地方 它那个拿起来的树皮 拿起来的时候 杜仲的树皮 这位如果你看到这个 这是杜仲 杜仲蛮贵的 蛮贵的药材蛮贵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真伪呢 这杜仲皮 你如果把它拉起来 你看里面有白丝看到没有 白丝看到没有 真的杜仲 你一撇就干了 没有假杜仲 杜仲一定有 你怎么撇都可以看到 白丝看到没有 真的杜仲 杜仲 那诸位按照这个像 我们在妇科上面常常用杜仲 诸位想想看 那个它那个里面的丝拉得很紧 对不对 里面丝拉得很紧 那那个女孩子生完小孩以后 认成纹 那很难看嘛 所以我们肚中用来妇科很多 除了其他的问题的话 他能够收敛认成纹 就是靠肚中 那个棉丝的拉力 所以他因为树皮中有吟丝如棉 他又叫做颈肚中 那这个是滋补的药 五中益气的药 为心肝 心肝发散 心肝发散 它是心肝为阳 也是阳药 所以味道有腥味又有肝味 就是阳药 那腰背痛 女人的腰肌痛 好 这个都可以用 好 所以肚中呢 是健筋骨补腰肾的腰 所以背后腰 腰背后痛 关节痛 坐骨神经痛 都可以使用肚中 尤其是女孩子生完小孩以后 腰酸背痛 这个女孩子生完小孩以后 腰酸背痛 除了生产的中间会伤到以外 还有就是 那个年轻的妈妈不懂吗 就带小孩 小孩子在那边哭 哭中他就在抖 小孩子不要哭 他抖 他抖的时候后面的腰 命门那边跟着那边抖 很多就是因为抖太久了 结果后面腰受伤 然后腰受伤 那个都可以用肚中 好 肚中 好 所以说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伤继生 安胎 这个肚中呢 能够这个 补筋骨 我们常常的合在一起使用 那这个 这个唐龙川 85月唐龙川 他说肚中的柔韧 像人的筋膜 人生能说 他包纸黑 他颜色的黑了 包纸黑 胃醇厚 最度干肾 这个强筋骨的力量很强 所以我们常常 不但他是女人妇科 我们在用 骨头断 骨折啊 经伤 都在用肚中 他能收敛的力量很强 那 好 你看最后一行 他说胎前能够安胎 胎后能够 补妈妈 补妈妈 胎后吃的时候 妇女的那个 妊娠瘟收得非常的快 临床上看的时候 那收起来几乎看不出来 有怀过瘾 生过小孩 那肚子整个平的 是好消息吗 对不对 是不是妇女的好消息 他说你怎么不早讲 那赶快再吃吃看看 有没有效果 弥补一下 所以我常常跟他说 人家说我们说 肚中认识我有要啊 可是我就不讲 对不对 要怎么来的 以义 义得 有没有 以义得 就是肚中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